生活懶人包話題來關心 又到了月底了 有網友感嘆荷包空空 很好奇大家都是如何省錢的 PO文出立刻有人分享了三招月底免吃土 像是喝超商咖啡時 可以用祭杯量購來購買 壓低你的咖啡單價 另外也建議可以多使用超商的APP 或是加入一些優惠的LINE群組 因為裡頭經常會有一些優惠 而實際幫大家算一算 如果使用了這三招啊 大約一個月可以省下破千元 打開後車廂買買的生鮮肉品 通通打六折 全都被民眾打包帶回家 但有網友哀嚎月底沒錢了 廉價飯局都忍痛拒絕 全靠超商的極其鮮實在撐 好奇大家都怎麼度過月底 一個月如果不吃套餐的話 可以省到兩三千塊 路邊評價的話就是可以一百塊內 剛好那個時段去逛的時候 發現它上面會貼 會看它的原價跟打折或差二三十的話 就會覺得有省到 民眾省錢自由妙招 網友也發揮創意 回應想省錢的話 下午就可以開始走起 4點5點8點到不同超商超市 都有集氣品可以買 還有省錢達人列出三招 喜歡喝咖啡可以用忌杯買 建議多使用超商APP 還可以加入家裡附近的超商 門市賴群 實際來算一算 利用這三招可以省下多少錢 像是喝超商拿鐵用忌杯來買 每個月喝30杯 一個月下來就省下約480元 若是使用超商APP購買 大瓶全汁鮮乳 一次買五瓶月省超過百元 至於加入超商賴群組 裡頭常常會推特別優惠 像是健康組合餐不同選擇 一個月吃15次月省570元 全部算下來足足省下超過1000元 其實吃泡麵很貴 因為一包泡麵我都算 假設它15塊 會建議去買那種類似媽媽麵 帶可能6個或10個 最小1分之1 精打計算之餘 達人也提醒想省錢 可得留意營養攝取均衡 別為了顧荷包 反倒傷了身體 這裡是黃明勝台北採訪報道